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外滩沿线的各式各样的万国建筑 每一栋楼背后都有一段荡气回肠的故事 近代科技在这里点燃了第一把火 民族企业在这里生根发芽 而咱们现在所出的浦东则是新时代的辉煌 2020年迎来了浦东开发30周年 听 现在就是外滩传来的钟声 正在响中啊 哇 配合得太好了 这不是我指挥的 上海被人称为魔都 是20世纪初的时候 一位日本作家在这里写过一本书 叫做魔都 从此他就拥有了这个名字 当然上海还有很多其他名字 东方巴黎啊 等等等等 咱们就一起开启一段魔都之理 见证上海滩前世今生的辉煌